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变量发生不同的变化 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无法预测 所以说当出现胎死腹中症的情况时 等待猫咪自行排出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做法 因为这里面含有非常大赌赢的成分 如果赌赢了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猫咪能够及时排出 那么对猫咪生起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赌输了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自行排出 或者无法排出 那么对猫咪的生命就会构成危险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及时带猫咪去专业动物医院 进行手术取出 从而达到已绝后患的目的 在医学上从来都不存在着侥幸而知 因为医学是跟生命打交道 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做最稳妥的事 才不会留下厚恶或者留下遗憾 感谢观看